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5月30日晚 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曝光 繁花追风者漫长的季节 难来北往 不玩美受害人等热门剧集纷纷名列其中 算是验证了这一年来的好剧盛产 然而 这份入围名单却也透露出许多微妙 繁花的三个女主角里 只有唐嫣获得提名 排名更靠前的马依丽和话题感更足的心之类纷纷隐身 追风者中 名列第三番的王阳拿到了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王一博却不见踪影 这也从另一面人来了争议 影视圈的风向转变 细看此次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 从最佳男 女主角到最佳男 女配角的入围名单中 只有杨子和东子健两位90后演员 比起此前的当红小生 小花扎堆 这一次的白玉兰奖则是终身代演员的奇剧 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女演员中处 开杨子和任素系 周迅 严妮 唐嫣都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名单中 最年轻的王仁君已经40岁 其次是41岁的胡歌和46岁的王阳 以及61岁的范伟 65岁的丁永代 不仅于此 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名单中 38岁的姜妍是最年轻的一位 早已摘下一众奖项的陈冲和宋佳 以及凭借演技突围的范 昂昂昂 霓虹杰 都是进入中年轻熟阶段 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名单中 31岁的董子健占据了最年轻的位置 陈明浩 东勇 廖凡 宁里这些戏骨则占据了其他四个名额 一眼看去 偶像剧只有杨子平借长相思入围 现实题材和年代剧成为了主流 这也成了白玉兰奖提名名单中提供的风向 如今当红的偶像剧并未被重视 这也从某种程度示意着 电视剧专业奖项 不再像偶像剧和人气演员低头 演技和作品质感成为了标准 虎歌和周旭能否二度摘奖 如今第29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已经曝光 热门大剧纷纷入围 整体都符合其绪 但入围名单中也不缺争议 繁花无疑是2024年的开年暴剧 也算是王家卫给剧圈打磨的一部精致孤品 这部作品算得上是唐嫣的演技转型之作 但是其中三位女主角 马依丽饰演的林子演技细腻 星直磊饰演的李李妩媚冷艳 但最终却只有名字排在马依丽之后的唐嫣入围 这惹来很多剧迷的不解 作为追风者的男主角 王一博也并未获得提名 而排在第三位的王阳则入围奖项角逐 这也惹来很多粉丝的不解 但从目前的入围名单来看 这次白玉兰奖的热门人选已经露出水面 凭借繁花风头无二的胡歌算是白玉兰的场客 凭借狼牙榜曾在2016年摘下最佳男主角奖杯的他 此前因为县委大院列场两度获得提名 但最终都擦肩而过 如今 再次出演暴剧 胡歌能否凭借宝总再度摘奖已经成为话题 女演员方面 周迅在2015年凭借洪高粱摘奖后再度入围 姚身衣变成了女律师的她能否再度摘奖也成了热门话题 但是 白玉兰奖总爱爆冷 当年凭借真宣传入围的孙力最终不敌宋嘉尔笑容凝固 欢乐宋舞美在白玉兰颗粒无收也惊讶过观众的下巴 如今 胡歌和周迅依然成为今年得奖大热门 但是丁永代 范伟这些戏谷以及严妮 人素系等人也都不容小觑 这也让目前的答案绕上一层迷雾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